大家好 欢迎来到寻记慢聊 今天又到了咱们翻牌的时间了 看看大家在节目里有什么有才的评论 在讲正题之前还是先做广告 我们这个寻游游学团在11月的13号到18号 由我带队去江南南京 扬州 镇江这三个古城去游览 南京比如说中山陵 明孝陵 这个陵古寺总统府 然后像秦淮河 朝天宫这些地方 扬州像大明寺 史可法辞 首席湖公园 镇江就是著名的金山交山 北顾山这三山 因为老人说 原来这游学团怎么老在北方不下江南 咱们就趁着江南不冷不热的时节 咱们下江南 希望大家能够踊跃报名 跟我一起下江南 谢谢大家 好 好那咱们现在呢就开始这个记录正题 在聊先秦人质外交的时候 YouTube网友戴卫的蒙 问了一个问题 说 袁老师 欧洲历史上王公贵胄互相通婚 除了爱情和利益联姻 有没有当人质的意思呢 求翻牌解答 这个当然有 这个不用 这个不用想就能 这个问题其实不用问 是吧 当然有当人质的意思 是吧 就是这个 比如我把我的这个儿子 你把你的这个姑娘架到我这来 他本身就是有这个人质外交的这个意思在里面 这个利益 人质外交也是一种利益交换 所以这个是很很正常的一个情况 只不过呢 他欧洲呢 他很少有中国这种 就是说把这个儿子到对方的国家去做人质的这种事发生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欧洲 他是一夫一妻制 本来这个国王很少有这个 像咱中国皇帝 比如好几十个儿子 这种事很少有 他本来子嗣就不忘 有的都是一线单传 所以他基本上没有说把儿子弄过去当人质 但是一般比如说什么公主嫁过去 这个这个里边多多少少 也有点这个人质外交的这个意思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事 好 寻新讲堂APP网友寻记8495问了一个问题 说原来是古代王侯封号有什么规律或讲究吗 像齐王魏国公移成廷侯 这些都是以封地为封号 还有呢 如乾宁王府国公贯君侯 这些又不是以封地为封号 能不能讲讲求翻牌 好 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 这个中国古代啊 先说这个爵位王公侯博子男 这么六级 王分这个国王郡王 后来呢叫亲王和郡王 这个国王和郡王最早都是以封地为号 就像你说的这个齐王 这肯定就是这个封地了 然后这个比方说像这个什么任成王 比如像长沙王 尹川王 这就是郡王 国王就是以原来五国名为号封 郡王呢 就是以后就是以这个一个郡为号封 理论上封为国王 这一国就是你的彩翼 原来的齐帝就属于你的彩翼 这个齐帝的赋税什么都应该上交给你 这一个郡呢封你为郡王 这个郡就是你的彩翼 公爵也是一样 公爵分国公 郡公跟王一样 你说那魏国公 这就是这个国公 天水郡公 这就属于郡公 国公也是 这个虽然是下王爵一等 但是也是理论上也讲 这一个地儿都是你的彩翼 然后这个郡公呢 也是这个道理 侯分县侯 乡侯亭侯 三个等级 县侯一个县是你的彩翼 你比如说这个张飞还侯 那就是还县 然后你像诸子亮五乡侯 这一个乡 你像刘备 宜成亭侯 最早关羽汉寿亭侯 那就是这一个村 你就是这一个村的村侯 这是你的彩翼 然后博子南 他一般就很少有这个 以这个名做这个 以这个地名做 风爵的封号 那么这种方法呢 是一直往下这么流传 但是呢 他实际上啊 从汉朝开始 评定了七国之万之后 基本上呢 这个对于这些个封到外地的王侯 就本着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分封不赐土 列绝不邻民 实路不治事 三项基本原则 封你为齐王 不会把齐国的土地真给你 你虽然有齐王的爵位 你不能管理齐帝的百姓 然后呢 你吃着齐王的俸禄 但是你不能真的去管齐国的事 所以这叫分封不赐土 列绝不邻民 实路不治事 那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意思 特别是到了这个三国时候的蜀汉 那你比如说像三国都是蜀汉 这个刘善后主刘善 封自己的儿子为梁王 那梁国在魏国呢 是吧 在属是曹魏的地盘 所以你封他为梁王 你能真把梁帝赐给他吗 绝没有这种可能 所以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封号 以地名为封号 实际上意义就不大了 因此呢 从明朝开始 就尽量多的 用美称 来代替这个封号 就代替这个地名 做这个封号 你看这个 建立初年大明开国 所有的这个国公 基本上这个封号 还都是名 这个国名 是吧 李善长韩国公 徐达魏国公 是吧 长玉春郑国公 是吧 这个这个 冯胜宋国公 然后这个 蓝玉梁国公 还都是地名 还都是 到了成祖近难 再封就是英国公 那这就是美称了 是吧 就是美称了 王杰 王爵也一样 太祖皇帝封的这些孩子 全部都是国名 做这个王 齐王 什么周王 什么韩王 楚王 鲁王 再到后 你看那个 万历皇帝封四人 那三百斤胖儿子 福王 这就明显 就都用美称来代替 就是你 你连这个国什么的 这封地 是 这这这封国是你的 这你都甭惦记了 干脆就断了你的根本面相 所以才有你说 这个什么 钱宁王啊 辅国公啊 就这些东西 是吧 到了清朝 就彻底废除掉 这个以国名 地名为封号 全部改用美称 所以你看这八大 这个亲王里边 开国的八大铁帽子王 是吧 除了郑亲王 好像是有点国名的意思 但估计肯定也不是 那个意思 你像庄亲王 瑞亲王 御亲王 英亲王 什么 肃亲王 顺承郡王 克勤郡王 这不全都是这个 就是美称吗 在最后 你们宜亲王 公亲王 纯亲王 庆亲王 全部都是美称 那所以清朝呢 就彻底废除了 用这个国名 做这个封号 这个道理啊 就实际上也就是 这个皇帝 对于同族的限制 是越来越厉害啊 就这么个意思啊 好 在聊黑海那一期啊 这个YouTube网友 莱因哈德舍尔啊 这个将军 你没阵亡吗 是吧 问了一个问题啊 说三立号和俄国战略舰 波罗基勒级 哪个厉害啊 都这个棋逢对手 也都在同一时期 希望这个老师呢 能够解答 其实这俩舰 就你说的对了 各方面的性能差不太多 但是打仗呢 不能光看纸面数据 指挥官什么水平 水兵什么水平 补给充足不充足 影响都很大 当然影响最大的 还是海军战略 你跟谁打 怎么打 这才是决定因素 你说大河五藏厉害不厉害 六万多吨 是吧 中途岛号航母出现以前 是世界上最大的军舰 是吧 巨炮口径460毫米 结果怎么样 一炮没放 就完蛋了 吧 所以这个就光看纸面数据 没意义啊 呃 YouTube网友叫科学修仙 问了一个问题 那说袁老师明朝有锦衣卫和东西厂 那么历史上其他朝代都有哪些 类似于这些组织机构的存在吗 那么据我所知 应该是没有 那因为这就是明朝特特殊设立的这种特务机构 那有人说这个锦衣卫是禁军 不对 锦衣卫就是在皇帝指挥之下的特务机构 他主要是审讯百官 监察百官 他是他是相当于这个什么 就原来有点类似于这个契卡 那类似于苏联那种契卡 类似于德国那种盖世太保 这种机构 所以这个中国以往的历史上是没有的 那没有单门设立这样的机构来管辖百官啊 你看汉朝这个唐朝咱们都讲过啊 有这个库立 但是那个库立 他也是利用现成的司法机构 他也不是另起炉灶 至于太监里边的东西厂 那就更没有了 那更没有了 所以那锦衣卫在这个清代呢 就被改成鸾衣卫 主要就是这个皇上出行的时候 什么举旗啊举伞啊 保卫皇上 所以清代的武官只有两个是整衣品 一个就是领侍卫内大臣 再有一个呢 就是掌鸾衣卫士大臣 只有这两位武官是整衣品 精官 精官地方里像那个伊犁将军 乌利亚苏台将军 这是整衣品 其他的武将最高到提督都统 就都是纵衣品了 所以就是这个就这两个保卫皇上的大臣 那级别最高 好 这个 循迹讲堂APP网友叫王公大臣 王公大臣了不起 都是整衣品啊 说原谣您好啊 从08年开始关注啊 自己对历史的兴趣是看着您的视频一点点培养起来 后来去国外选了中国近现代史 当时我们期末考试呢 有一道是考开放式的论述题 说在中国近代史呢 你认为鸦片战争还是太平天国运动给中国造成的影响更大 我记得当时写了鸦片战争 后来我私下问教授 他更倾向于太平天国 想听您的意见望不吝赐教 你如果非让我在这两个里边选一个 我也选鸦片战争 因为鸦片战争是公认的近代史的开端 这是头一次败于海上列强 是咱们真的认识到 就是说天朝上国之外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然后开始签订不平等条约 所以我也认为是这个 鸦片战争不是太平天国 但是呢你要是问我的想法的话 我觉得这俩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中日甲午战争 而且这不是我的看法 这是梁启超先生这么讲 五国四千年大梦之初唤醒 十字甲午战败 割台湾长二百兆时 所以我们很多人认为 现在近代史很多学者认为 甲午战争才是传统中国 跟近代中国的分界线 是吧 你鸦片战争 这个中国开了几个口 开了几个口 其实那几个口都都都 后来都堵上了 就上海真的发展起来 是吧 所以呢 这个为什么太平军一打上海 洋人就跟他翻车 是吧 实际上就是鸦片战争之后 还是一口通伤 就是从广州挪到上海去了 是吧 然后呢 这个你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才整个这个沿海全部开放 是吧 然后再有了太平天国这一造反 然后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当中 认识到洋枪火炮的威力 这才搞洋物运动 但只是在技术层面 对吧 你普遍满朝文武 还是这个中校结义 仁义道德 是吧 以中信为甲咒 以礼义为甘鲁 是吧 这个中体西用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还是这东西 甲午战争之后 才想到要变革制度 对吧 所以这个甲午战争之后 才有什么立宪的思想啊 民主共和的思想啊 孙中山和康有为 几乎同时代诞生 就是这个民族资产阶级 才开始发展壮大 是吧 自然经济的瓦解 才进一步加深 所以我认为是这个甲午战争 才是对中国近代史 影响最大的事情 这个那俩呢 跟甲午战争比都谈不上 好 聊伊朗那一期呢 这个寻技讲堂APP网友 软媚终结者 问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 袁老师您好 想请教一下 古代太医的待遇 电视剧里呢 重要任务如果没治好 太医会被处死 历史上这个职业 真的这么高威吗 玩蛋去 这个就太扯淡 电视剧你就别看 看你也别信 是吧 这个这个 太医没有那么危险 不是因为他们能看好皇上的病 而他们抱团 过去给皇上看病 他不是一个太医看 而是太医院齐出动 第一个诊断的太医做一个手势 告诉所有人 那他判断皇上是什么病 之后所有太医都说皇上这种病 开同样的药方 这么一来 就算皇上有个三长两短 要杀头也得一起杀 皇家也不可能一次把所有太医都杀了 再者说自古哪有不死之身呢 中国古代皇帝平均寿命才34岁 没有不死之身 你把他一都杀了以后 谁还敢给皇上看病啊 是不是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这 别信电视剧 那都活八道 好 在这个聊这个高沙义勇队那一期里呢 YouTube网友叫风宝岛 问了一个问题 说袁老师今天华东导游群炸了锅 南京某导游呢 举了鲤鱼旗当导游旗 结果有反日的人说这是日本人用的 但该导游群都说这鲤鱼旗是中国传到日本的 请问你怎么看 我认为呢 就是说是日本人用的这帮人是男的就是闲的蛋疼 俩都疼 是女的呢 就是闲的奶疼 也是俩都疼 这帮人就是神经病 神经病 就跟前前一天日子不还有一个报道 就是成都有一个女孩穿汉服拍照 结果就一帮人就围上来说你穿的是和服 非要他脱了 这女孩也倔 那四川妹子脾气爆了也倔 坚决不肯脱 就这帮人就把他围堵到这个是影楼什么的二楼 然后这个那个他的朋友出来解释 说这不是和服 这是日本的 这不是日本和服 这是中国传统的汉服 最后这帮围的人也有人认识到错了 但是仍然不肯散去 最后这个这朋友就劝的 说他们也知道这是错了 你给他们个台阶下 你就干脆就把这个衣服脱了就完了 所以这女孩才非常生气的把这衣服脱了 然后影楼的人给他送来了什么牛仔裤 因为他里边就穿的是内衣 你让他拖了他光着上街 三点上街 那警察该说了这有伤分化 再给他拿了牛仔裤 T恤衫 给他遮羞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 一句话太混蛋了 我就这么看 然后那个公众号用户沙漠峰 问了一个问题 听在拉锯地区生活过的老人说 最坏的就是二鬼子 比鬼子残忍多了 这很正常 他要交投名状 所以中国人审这个汉奸 比审鬼子狠 汉奸死刑的多 鬼子好多都说改造好了 本着中日两国的什么友谊都放回去了 对吧 他要交投名状 我要 这个像我的主子表忠心 我的表现的比日本人更像日本人 我的表现的比英国人更像英国人 我的表现的比美国人更像美国人 所以咱说点难听的话 这个只讲英语的华人 在这个世界上是对中国人最不友好的一帮人 对大陆人最不友好的一帮人 就只讲英语 他有可能是真不会说汉语 他也有可能就是装逼 你一去问路 你一问他这条路怎么走 自逼个英格利士 你是英格利士的母语吗 是吧 你这地方 哥给英国人都有多少居民 是吧 不就三千多人吗 是吧 这三千多人除了海盗不就是鱼贩子吗 是吧 那你是从哪来的 你不是从大陆来的 是吧 你是你爸爸这辈 是或者还是你爷爷这辈 不是也都是从大陆来的吗 我一跟你说话 你就 speak English 他听得懂中文 他也装听不懂 这种人最没劲了 这种人是最没劲的人 所以这个就太无聊了 是吧 你比如说你说这东西多少钱 是吧 说这东西这个50 我问他能便宜点吗 是吧 能便宜点吗 是吧 你要是这个说一句 我们这不好讲价的 这我也能理解 对不起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那都还价 买东西都还价 你说我们这不好讲价 我能理解 你别一张嘴 你们大陆人怎么能这么着 这太恶心 这太恶心 所以就是 就是确实 我也明白这道理 就是二鬼子 是不是比这个鬼子 还要坏的这么一帮人 好 那最近大家的评论 咱们今天就回答到这 欢迎大家在寻计讲堂APP公众号或者YouTube上收看寻计万聊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 谢谢大家